我是珈乐,婚礼策划师 蟹是我们很常吃的一种水产 做法也非常多 我特别推荐这道很有南洋风情的新加坡辣椒炒蟹 做这道菜,我选用两斤多的肉蟹 先将清洗干净的蟹去壳 摘除不要的心肺,摘布 将蟹身斩大件 蟹块蘸淀粉封口 起油锅 用中火将蟹件炸至上色 捞出待用 接下来制作调味的酱汁 取一口小汤锅,倒入进水 再分别加入番茄酱 施拉叉酱 鱼露 糖 煮沸后关火 盛出备用 然后就可以炒蟹了 热锅起油 掀下红葱头水 蒜末,姜末,香茅,香茅 腌出香味 然后再加入红辣椒水 香巴酱炒匀 最后放入炸过的蟹件 翻炒 让香料的味道与蟹肉充分结合 淋一点料酒 倒入事先熬好的调味酱汁 兜匀后,盖上盖子 焖煮五分钟 最后倒入蛋液 立刻翻搅 让蛋花包裹蟹肉 就可以关火盛盘 这道色香味俱全的新加坡辣椒炒蟹 就做好了 辣椒炒蟹在调味上 三巴酱和番茄酱是一定要的 这样酸味、甜味、辣味 会有一个很好的平衡 辣椒炒蟹在新加坡当地 大多数会用斯里兰卡蟹来做 但是我们在家里做的时候 可以用缩子蟹或者面包蟹做替代 第一次炸蟹块的时候 不能用大火 因为这样会使蟹肉干柴 最后加入蛋液后 几秒钟就可以关火了 用余温使蛋液凝固 好? 这次炸蟹不好 在柠檬中 好吗? 好 那个细 restoring